当莎莎被其他人捏脸时 可能也就王楚清捏过她脸 当王楚清捏莎莎脸时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被王楚清捏脸的时候 咱们莎莎就不会排斥呢 反抗的小手兽也从来没有伤来过 有人说只有大头哥捏脸的时候 是最温柔的 都不敢用力的 而有些人是真有点下手了 她脸的手感特别好 好像有点婴儿肥 挺可爱的 莎莎为什么说这个 很多地方捏你的脸呢 可能因为 可爱吧 为什么她开始捏你的脸呢 她觉得好玩了 她好捏我脸 其他人都是觉得莎莎的脸手感很好 捏起来很舒服 包括她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在大头的心里可一点也不一样了 她是出于爱惜的吧 就连其他人都看出来了 她是真舍不得捏啊 真的不算捏都算胖 没有真正的捏 要不要再捏一下 算了 解了心疼了 咱们莎莎捏脸的双镖 原来是取决于对她的人呀 真正爱惜她的人 她又怎么不会给独特的偏爱呢 是从什么时候这种偏爱就明目张胆的呢 两人捏脸照签名最多的时候吗 还是当大头捏脸钱 还会争取莎莎同意的时候的 decision 我们就成功了 我是青龙 你有脸 哎呀 我就笑了